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集的国语新闻 新闻社前先来看到 第九届台日观光高峰论坛 今年由宜兰县政府接手举办 昨晚并在蓝阳博物馆举行晚宴 包括了日本国土交通观光厅长 日本及台湾各旅行社等代表与会 就未来观光合作议题进行交流 为了建立台日双方观光交流体制 并作为日后沟通平台 台日双方至2008起轮替来举办论坛 而第九届的台日观光高峰论坛 今年由宜兰县政府接手举办 昨晚在南洋博物馆举行欢迎晚宴 包括了日本国土交通观光厅的长官 以及日本台湾观光业者 将近300人来参加 而即将接任驻日代表的谢长廷 也立临与会 这个高峰论坛 希望促进台湾的观光业 也希望日本的观光业可以带来宜兰 让他们这种交流的富凡 在业者的代表 或是公布门 台湾的观光业和日本的观光业 可以做一个互动 今天也有很特别 他们的官方的代表就在说 他们既然有三个官的知识 可以同时聚在一起 来往大概540万人 540万人 但540万人 我们台湾去日本的比较多 他们来的只有164万 以去年为止 那我们去了大概400 160万 380万 一年 所以我们今年大概有没有可能破600万 但是我是认为到明年底以前 日本来观光看能不能破200万 那对我们的景气啊 内需就有帮助啊 宣传啊 其实这个观光就是要一直讲 人家呢 有导游讲啦 说祖国有多美 全靠别一张嘴啦 要一直讲一直介绍 大家就会想来嘛 因为观光最重要就是提高这个来的价值嘛 觉得有值得来嘛 那那个价值有时候要创造 比如说我们食物 台湾的食物的文化啦 还有一种我们精神文化 又跟日本的连结啦 这些不断去讲 那他们就觉得 哎呀来台湾看看 发展两国的海上的交通气候 多年代理我们一战的 推动双方的直达 终于一战 这次台日观光高峰论坛 预计在宜蘭县内办理四天三夜 包含了观光高峰论坛 就未来的交流合作议题 进行充分沟通及交换意见 另外也安排宜蘭县内一系列的参观考察行程 包括了三星冲体验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七南快木公园 热水部落 输澳冷泉等等 四天三月 四天就在宜蘭有三天 那我们安排就是把宜蘭最特色的温泉 冷泉还有山上的快木园区 跟宜蘭南洋平原 各种的文化 跟观光好的这种体验 可以让他们在宜蘭中拖延 也让他们拖延的宜蘭更加在地的印象 当然今天我们也很感谢未来主席的 我们专代表我们的财政医长 和观光局的杰国党 都希望促成宜蘭在未来 全台湾的观光理由的版图里面 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也希望宜蘭在地的业者 跟我们敏感的朋友 大家共同 这次如果有看到这些日本朋友 可以有一个全概念表现 我们宜蘭有好的人情 有好的风景 还有好的美食 这都是我们可以来抱怨好观光 这个杉业重要的区域 这个很重要的条件 县长期望透过各项 具有宜蘭特色的文化创意体验 以及深度生态旅游行程 期待使日方宜蘭代表 对宜蘭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未来与日本间的观光交流 更希望增加与日本在文创 生态以及产业等面向的交流 宜蘭新闻794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